李显龙总理傍晚在Facebook贴文 再度促请国人继续团结一心 共同度过艰难的冠病疫情 李总理也表示 他和团队将竭尽所能 带领我国走出这场风暴 并打造后冠病时代的新加坡经济 包括加强增长领域的实力 让员工掌握新技能 赶上数码化快车